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让我来江都 现在我要离开江都 你又不让我走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没有打江都 我们兵强马壮 打哪儿都没问题 可是现在 我们经过江都这一仗 元气大伤 必须留在江都好好休息啊 咱们这仗一打 江南全都归顺 应该趁胜追击 你根本就是有勇无谋 贫富之勇 爹 我们不能兵返中原 逐鹿中原 不到中原怎么着陆啊 爹 我们不能为胜利冲昏了头 可现在军威正盛 一鼓作气不能泄气 对 宇文化吉杀了皇上之后 不敢引兵北上 就躲在江都 结果败亡 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 说得好 全军听令 迅速撤离江都 爹 弘县 你就在这儿等着 等我的军队到了太原城下 李渊就会吓昏的 性格 小独 大王 公主怎么没有随军 我这闺女啊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神出鬼没 不要理她 公主怎么没有随军 到了该出现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 驾 咱们回来 李家军 来打 大王 大王 把后军给我抓上来 来 大王 后军被烈火团团困住了 只要拼了 我掩护你 快走 抓住洞剑德 别让他跑了 救我了 大王 我们无路可走了 那有条船 是吗 红蟹 爹 红蟹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知道 你们一旦中风 只有水路可以逃 所以我来了 我们低估了李家军哪 这些李家军从哪儿冒出来 从太阳赶到这儿 最少要七八天的路程 他们怎么可能在这儿埋伏 李家军大军根本就没有来 只是李建成和李世民 带了一支精锐铁骑兵 赶到这儿来埋伏 他们不休不眠 人不下马 七八天的路程两天就赶到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李世民 我也会这么做 李世民 李建成 英雄初少年哪 他们人并不多 只是出气不易 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就像肥水之战 难道是天王我也吗 爹 根本不是天王你 而是你们麻痹大意 自娶灭王而已 红蟹 大王心里也难过 你就少说两句吧 鲁骑 爹刚愎自用 狂妄自大 才有今日之敗 大王 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这世上只要还有李世民李建成在 我们就永远没有希望啊 大王 我从没见你这么英雄气短过 只要你还在 咱们永远有希望 鸿仙 你看天行这个人怎么样 忠心耿耿 我打算让你嫁给他 你同意吗 大王 鸿仙 我就等你一句话 我愿意 好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的女儿 爹本来想为你们办一场 风风光光的婚礼 可现在不行了 你们就在这儿拜堂吧 大王 现在不是拜喜事的时候吧 我只有这一件事情求你们了 好了 好了 我斗剑德 现在已经是无牵无过了 大王 你想干什么 岸上现在有十万大军是我的兄弟 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大王 我陪你去 你现在已经败过堂了 唯一的责任 就是好好地活着 照顾好你的妻子 鸿仙 你快劝劝大王啊 爹 你去吧 你去吧 鸿仙 你怎么叫大王送死呢 斗剑德 不可 只有道剑德吗 自有杜剑德的死法 知府 莫若女啊 那我们呢 我们自有我们的活法 不 好 我这一败 也败得痛快 你们赶快走 快 好一个斗剑德 李世民有礼 你就是李世民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不会劝大王投降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侮辱了大王 没想到李世民也是我的知音 平家 平家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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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民 把他的人头割下来 我们回去请宫去 世民 世民 流进了多少男儿血 这大唐江山总算打下来了 离人要当皇上真没想到这么快 这下好了 你我的苦心没有白费 你以为天下就太平了 这强敌可都扫尽了 太平还不是万万年吗 大唐江山可不太平哦 你又故弄玄虚 大唐怎么不太平呢 我问你 太子立了吗 没有 不过你放心 皇后已经说了 这太子非李氏民莫属 这就是大唐不太平的根源了 自古以来 都是立嫡长子为太子 如果李建成不做太子的话 可就事多了 这大唐江山一半都是李世民打的 他的功劳最大 这太子当然是要他来当 孔孟知道千古金律 如果李渊要违背祖训的话 那恐怕会惹来更大的风波呀 你放心 如果要真的争起来 李建成不是李世民的对手 你错了 要争起来啊 李世民才不是李建成的对手呢 论功绩论人品 李世民都胜过李建成 论城府论心机 李世民就不行了 做太子要以德服人 朝堂之上不讲德 讲的是术 可是邪不能胜政 搞全术也能服人 隋朝就是个好例子 有德的太子杨勇 就是死在有术的杨广手里头 隋朝之败 起因就在于太子之争啊 老魏啊 如果建成和世民真的争做太子 你会支持谁 快说呀 这还用考虑 谁做太子 对大唐江山有利 我就支持谁 那叩见皇上 你们都下去吧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有什么事不能再请功说 非要跑到这儿来说呀 这就是太极殿 太子加冕的大典呢 就在这儿举行 皇上对册封太子的事 心里还没数啊 难哪 这比打仗都难哪 皇上如果是想问臣妾的意思 朕知道皇后肯定是偏向世民 对不对啊 经过这么多的大小战役 你不觉得世民更像一个 英明的君王吗 可是大臣们都纷纷上书 要求立建成哪 建成是嫡长子嘛 立建成为太子 也合乎祖训啊 可是 都是咱们的儿子 你这让我怎么办哪 好办啊 谁能使我们的大唐生生不息 就立谁为太子 当然 世民是比较有魄力的 那就立世民 可是 别可视不可视的了 当断则断 当立则立 可是大臣们都要求立建成啊 这是咱们的家事 关大臣什么事啊 皇后这话说的就 太子要继位 要当皇帝 这是全天下的事情 怎么能说是咱们家的事呢 照你这么说 那还真的非要选世民不成了 这世民比建成更得人心哪 得人心者得天下啊 没错 话是这么说呀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可是 我怎么面对建成呢 对呀 建成 在太原的时候 我就经常对他说 等打下了江山 就让他做太子 可现在江山真的打下来了 可是太子又不让他做了 你说这 他肯定难受死了 是啊 他可不像世民那么豁达 上次为了公主 他就争得死去活来呢 这次如果不让他当太子啊 我看哪 他非得疯了不可 这孩子啊 从小就什么都要第一 就连着太子之位 他都认为理所当然是他的 阿妹啊 要不 咱们就让他当太子 你的意思 世民反正是老二 他也从来没想过要当太子啊 不行 这可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太子之位不是一块糖 那个儿子哭了就给他 你自己说的 这可关系着大唐的万年江山哪 谁胜任给谁啊 可是 别可是可是的了 就这么定了 阿妹啊 我这 太子就是李世民 殿下 昨天晚上皇后娘娘逼着皇上 一定要立二公子为太子 皇上怎么说 皇上怎么说 皇上很为难 皇上是有意立你为太子 可是奴太看皇后娘娘这价势 恐怕皇上还是会听娘娘的 谢谢公公 殿下要早做安排 奴太告退 好 好 大哥 世民 你怎么来了 我心里烦想找大哥聊聊 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公主的事情 公主 公主她现在了无音讯 不知道去哪儿了 大哥 难道你不着急吗 世民啊 你这话说的就有些欠妥了吧 对 现在已经没有大随了 也不能叫公主了 就叫她若曦吧 我指的不是这意思 和若曦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怎么提都不提她 你说容儿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容儿是父皇许配给你的 你为什么如今只想着若曦 当容儿不存在呢 一样了 我说若曦也包括容儿了 世民 容儿对你是一片真心哪 别提她了 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 你想她们两个女孩子 去找宇文成都报仇 这不是笑话吗 是啊 若曦一心要为父报仇 她会找到天涯海角的 但清化郡我都去过了 宇文成都不在她舅舅那儿 这茫茫人海 我到哪儿去找啊 是啊 找不到宇文成都 若曦她是不会回来的 所以我才着急啊 大哥 你也不希望 等找到若曦以后 她已经满头白发了吧 不过只有一种情况 我看她会回来 什么情况 就是拿到宇文成都的人头 这我也早想过了 可她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放心吧 我已经派出密探去寻找 铺开了天罗帝王 我就不幸找不到她 大哥 你早就想到了 我也想若曦早点回来 好 我也派人去找 真好看哪 哇 这么多钱哪 太子到底奉你做了什么款啊 太子洗马 什么 给太子洗马 什么呀 太子洗马是官名 不是给太子的马洗澡 你去跟皇上说说 给你换个官坐坐 你开什么玩笑啊 你以为皇上封官 跟菜市场买菜似的 你一不喜欢就换一颗啊 不是啊 这官名多难听啊 什么给太子洗马 我讲出去 会给邻居笑得要打牙的 我跟你说啊 太子洗马呢 就是专门辅佐太子的官 皇上正是因为知道 太子地位非常重要 才让我做这个官 让我在太子的身边 知道吗 可是这太子都没选出来 你辅佐谁啊 说着也是啊 从皇上登基以来 这太子之位一直是空着 看来皇上也是举棋不定啊 跟皇上说说 选我表哥 你表哥 是啊 李世民啊 李世民这么好 不选他选谁啊 李太子啊 就是立设计的顶梁柱 立得好呢 天下就定 立不好 天下则乱 哎 那你一定要跟皇上说 都立表哥 表哥最好了 哎 你倒是说说看 李世民哪里好啊 表哥当然好了 你想想 表哥要是当上了太子 我们在朝里就愈做大靠山了 到时候谁敢惹我们呢 我的姑奶奶啊 现在就没有人敢惹你 皇上驾到 这三更半夜了 皇上来做什么 那还用说 准是为了立太子的事而来的 哎 记得跟皇上说 一定要立表哥为太子 顺便封我一个喜牛的吧 什么喜牛的呀 嗯 你喜马我喜牛 我们俩是结配 嗯 绝配呦 大哥 大哥 你这么快就来了 嗯 大哥约我我能迟到吗 嗯 这便可做得真漂亮 嗯 是漂亮 可是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这个便能挂在家里 就算再丑也值得 我听说这便 要挂在二哥家里 你也知道 娘身边的宫女跟我说的 我解释了 圆集 你要明白 如果世民当了太子 你今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大哥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你忘了 当日你修进阳宫 粮草被烧 世民是怎么对你的 忘不了 忘不了 他的脾气就是六亲不认 如果他有一天当了皇帝 掌握了生死大权 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能当上太子 就凭我们兄弟俩的感情 你说我会怎么对你 大哥 我也想让你当太子 可是 可是娘的意思是 娘的意思是娘的意思 爹的意思呢 爹还不是听娘的吗 我看未必 要不爹为什么生根半叶的 去找魏征呢 爹这么晚还去找魏征 是啊 如果爹要是听娘的话 何必这么晚去找魏征商量呢 我想爹一定是没有拿定主意 大哥 要是你当了太子 那就太好了 要是我当了太子 有朝一日继维成功 冤极 我就把江南赐给你 这可是军武戏言哪 是啊 我可会对天发誓的 大哥 我 不过 你要帮大哥做一件事 大哥 你说吧 上刀山 下游锅 我都干 明儿你给我向市民传个话 传话 你就说 先生为何一言不发呀 臣在找一篇文章啊 什么文章 扶苏的故事 扶苏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 本来呢 是李扶苏为太子 但秦始皇听性谗言 把扶苏贬到边疆去了 始皇一辞 胡亥就篡夺了地位 结果秦朝到了胡亥的手上 就灭亡了 皇上也知道这个故事啊 你少跟我装算 这是史记里边史皇本记 先生会不知道吗 先生不是教过市民读过史记吗 读过 不算读过 读懂了 才算读过 秦朝的故事 太遥远了 那咱们就说一个进的吧 隋朝本来是立 太子长子杨勇为太子的 可是文帝因为听性谗言 把太子给废了 立四子杨广为太子 结果呢 结果隋朝到了杨广的手上 也灭亡了 秦隋二朝是历来最短命的王朝 其原因何在 请皇上三思啊 先生的意思是要朕立敌长子 先生不是世民的先生吗 你怎么不帮他呢 凭感情 谁不喜欢秦王李世民啊 微臣比谁都希望李世民做太子 那先生又为何跟我说秦隋的故事呢 因为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世 必须要立敌长子 千秋万世 千年都行恐梦之道 我华夏千古祖训不可推翻 否则的话朝纲就会大乱了 可是以世民的能力 他将来可是个明君哪 请皇上放心 其实建成的才干不下于世民啊 可是建成的心胸不如世民宽广啊 其实正因为建成的心胸 不如世民来得宽广大度 更需要立他为太子 什么 建成心胸狭窄 如果世民立为太子 他势必怀恨在心 不服这个弟弟 暗中搞些什么事情出来 世民这个太子就坐不安稳 朝廷就永无安宁之日 相反 如果建成做了太子 那么立敌长子为太子 此乃天经地义 世民不会计较 建成这个太子就会坐得安稳 朝廷就会安宁了 而且以世民的心胸 他不会跟他哥哥计较 他连若曦公主都会让给他哥哥呀 都会让给他哥哥呀 皇上圣名 实际的确发人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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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魏啊 你真行啊 你竟然去劝皇上 立立建成当太子 大据为重吧 你可要想清楚 李建成一旦当了太子 你这个太子喜马 可就要辅佐他了 我想过了 我早想过了 一宿没睡啊 头发都白了好几根了 老魏啊 我可是吃了秤坨铁的心 要帮李世民啊 那看来我们要分道扬镳了 这可不是分道扬镳的问题 这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我想过了 这样的结果 也是无法避免的吗 老魏 你以为李世民不追究就算了 他身边的人会善罢甘休吗 谁不希望自己的主子当皇帝 到时候他们身边的人 就会形成两股力量 互不相让 到时候你我就是敌人了 到时候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你要三思而后行 你我是一个师傅交出来的 学的本事都是一样的 你会的招我都会 到时候我们交起手来啊 那可热闹了啊 老魏啊 你会的本事我都会 可我的本事你不会 你别吹牛了 你有什么本事我不会的 你有我脸皮厚吗 没有 你有我心肠狠吗 没有 对了 所以你就一定会输给我 看来 我们两个是真的成为仇人了 行了老魏 别犯仇了 只要你我二人去帮李世民 李世民就一定能当上太子 到时候 左右丞相不都是你我来当吗 老刘啊 看来师傅教你的东西 你都忘了 师傅 师傅那东西已经是老古董了 什么孔孟之道 老掉牙早该扔了 你丢了孔孟之道啊 一定会输给我的 好啊 骑驴看畅本 咱们走着瞧 魏老征 谁那么大胆 还有谁啊 咱们姑奶奶回来了 魏老征 不是一直叫魏先生 怎么今天叫魏老征啊 上哪儿去了 是不是你告诉皇上 不要我表哥李世民当太子啊 你消息挺快的嘛 谁告诉你的 到底有没有 有 就是他出卖了李世民 要皇上立李建成当太子 老刘 少说两句 别皇上加油了 不需要加油 我现在已经火冒三丈了 燕至 燕至啊 你可真的要好好管管你家魏征了 你闭嘴啊 你才给我闭嘴 给我过来 我 我我我我 燕至啊 打他屁股 刘先生 我可找到你们 何天青 我可以把你推荐给秦王 你一样可以当将军 我背后站的这些人 不会答应的 你 你背后没人啊 你当然看不见 我背后站的 全是鬼魂 鬼魂 夏王的鬼魂 十万个鬼魂 诗明 说 说不说 说不说你 说不说你 你快说啊 说不说 燕至 这可不行啊 你快说啊 说李世民当太子 怎么行呢 说不行啊 你快说 快说啊 燕至 蝙虎来了 燕至 燕至 魔头来了 魔头啊 魔头真的来了 太好了 魏征也在此地 今天 李渊的两个狗头军师 我一块儿杀了 祭奠夏王 魔头 快跑 别怕 有我在 你是什么人 我 说出来吓死你啊 我是魏征她媳妇 媳妇 媳妇 你怎么打魏征 媳妇打相公 感情才会通嘛 你管得了那么多 魏征的媳妇 今天一样要死 魏将军 我有钱 我要纸钱 你有吗 祭奠鬼魂的纸钱 救命啊 霍将军 我有钱 我要纸钱 你有吗 祭奠鬼魂的纸钱 我说老刘啊 你这上哪儿找了这么一位啊 是啊 肯定是你欠人家钱 人家上门讨债的 我欠他钱 那可不 刚刚就听到我给你钱 真没出息 魏征啊 我屋里有膏药 我帮你贴啊 好好好 那膏药也给我贴吧 自己花钱买 好好 反省反省吧 你为什么要救那两个狗头军师 我真是想不明白 想不通你就慢慢想 等想明白了再说 我一见下去 刘文静的狗命就没了 剩下那个魏征也躲不掉了 可你却偏偏挡住了我 杀那两个人 你就等于去报仇了吗 下一个是李世民 李建成 再来就是李渊 你杀了刘文静和魏征 已经打草惊蛇了 李世民他们一定早有准备 你再想下手就难了 就算我现在不杀他 反正也打草惊蛇 你救了他们也没有用 谁说没用呢 现在 我是刘文静和魏征的救命恩人 他们俩谁都不会怀疑 我是窦剑德的女儿 那又怎么样 我要利用他们 接近李世民 红蟹 打蛇打七寸 致命的一击 就要打中要害 可是这样做太危险了 你越接近李世民 危险就越大 怕 怕就不要跟着我 霍天行 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吗 我只想说 危险的事由我来做 我爹的仇 我一定要亲手报 我答应过你爹 要照顾你一辈子的 霍天行 我们俩现在还不是夫妻 红蟹 咱们在小船上 当着大王的面拜过天帝 不错 我们是拜过天帝 只不过 我的誓言还没有实现 誓言 什么誓言 伪爹报仇的誓言 在拜天帝的时候 我就暗暗发过誓 不杀李世民 不杀李世民 我决不完婚 红蟹 我希望 这个誓言 也能成为你的誓言 我向大王亡灵发誓 一天不杀李世民 我一天不与红蟹完婚 天行 走吧 此地不宜久留 天行 你 从今以后 我们要少见面 有事我会来找你的 红蟹 阿妹啊 这魏征的话 才是百年安定的基础啊 我就不信 立世民做太子 这天下就不安定了 你 你看看这一篇 你看看这一篇 这篇是什么 史记 刘侯释迦 看这个干什么 这可是魏征让朕给皇后看的 我眼睛不好 没关系 我说给你听 这篇说道啊 就是秦末汉初 有四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人称是商山四号 都是非常有学问 非常有学问的能人哪 刘邦啊 多次请他们出来做官 都被他们拒绝了 后来刘邦登基以后呢 就立长子刘盈为太子 封赐子如意为赵王 这个刘邦啊 非常宠爱赵王 他就想废了太子 而立赐子 刘盈的母后吕后知道以后呢 是又着急又没有办法 幸亏大宰相张良 为吕后出了一个主意 他就聘请商山四号 来辅佐太子 这样才打消了刘邦 立赐子为太子的念头 刘盈呢 后来继位为帝 你洛里巴说的什么呀 我一句也听不懂 没听懂啊 实际上他说的就是 这个立敌长子这个 这个的好处啊 你看看 这个汉代 因为立了敌长子 他就延续了两百年 梅丽第一张子的情仇随仇 结果怎么样呢 都是短命的 什么实际啊 我最了解自己的儿子 你不信市民 偏偏信这老掉牙的东西 市民的好都在我的心里头呢 可是建成也不差呀 安邦定国文韬武略 他也是很有魄力的呀 你这可是第一次跟我顶嘴啊 是吗 那过去啊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 我都让给你了 可现在呢 这是有关江山设计的大事情 我当然得解释再解释了 好 还真有点做皇帝的样子啊 咱们说正经的啊 你看啊 如果市民当了太子呢 建成一定不会辅佐他 如果建成做了太子 市民定会真诚地辅佐他 他们兄弟之间 会团结一心 可这么一来 对市民可就太不公平了 可事到如今啊 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阿妹啊 你到底是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 我还是不同意 阿妹啊 这立嫡长子 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啊 那我们就让祖宗来决定 谁当太子 我们到太庙去 让建成和市民 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抽签 什么 抽签 抽中建成 我没意见 抽中市民呢 你也不能有意见 因为啊 这是祖宗的选择 难道真的要用抽签 来定太子吗 这是最公平的办法了 这么一来呢 市民跟建成 也怪不到我们头上 那大臣们呢 也找不到任何口实 好 抽签 嗯 殿下 奴才一夜求神 保佑您抽中太子呀 不用 太子一定是我 为什么呀 因为李世民 他不会来抽签 真的 哎呀 嘿呀 我愿有一身的煎熬 换取你瞬间的美好 我愿你多情的余思 大是我心爱的烦恼 你说心越大越强烈 你越想越不顾这一切 是真实 是幻觉 难了解 人在爱中平直缺 人在爱中平直缺 无论寂寞之前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越越越好 可是你给的多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 今生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脸峰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头 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 我愿用一身的煎熬 换取你瞬间的美好 我愿你多情的余思 大是我心爱的烦恼 你说心越大越强烈 你越想越不顾这一切 是真实 是幻觉 难了解 人在爱中平直缺 无论寂寞之前快乐之后 我真的曾经想逃 逃到的爱 越远越好 可是你给的多 还是忘不了 只有你最重要 无论噩梦之后 清醒之间 总忘不了你的好 好到脸峰也不计较 无论我的心头 被什么缠绕 只有你最重要 你好就好